所以翻出这个经文 跟佛讲的还没有变体 不能翻到百分之百 大概也有百分之八九十 所以我们确确实实能得受用 现在人要是去翻进 我们是不是入了佛的境界 你不入这个境界 你怎么会知道四世真相 佛所证得的四世真相 那些菩萨罗汉也欺辱了 所以他把这个经典意思讲给我们听 他讲得不错 不是用凡夫心 不是一文解义 绝对不是用妄想分别执着来接经 他用什么方法来翻经 用什么方法来为我们讲经 真实智慧 人家是用这个 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着 从自己开悟来着 那我们要问 我们为什么开不了悟 他为什么能开悟 是本能的 你本来没有 马明菩萨在《七星论》里面告诉我们 本者本有 所以究竟圆满的智慧是你本能有的 本能有的现在没有了 这个原因就是妄想之主 因为妄想之主